早上好 欢迎回到8月20号的百格城报 我是敏和 今天多家报纸头版在报道首相敦马哈迪访华 其中新报就总结了两个重要的讯息 那就是鼓励大马企业和中国伙伴挂钩 打开耐扇门进入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 以及严禁商业贪污 这也是中国报凸显的重点 新州头版关注的是马中关系 敦马哈迪认为 马中应该专注在经济发展而不是对抗 他的立场只是反对大马借钱进行不必要的计划 《前锋报》也是强调了 马中关系将更上一层楼 另外在《新台下时报》和《每日新闻》独家报道 一个可能被滥用制造成炸弹的工厂辐射散布装置 在8月10号从芙蓉送往沙亚南途中弄丢了 两名负责载送的工程师被扣留调查到17号才获得释放 然而价值75000令吉重达23公斤的装置还是下落不明 接着把焦点转回敦马这一趟访华行程 敦马哈迪昨天在中国商家面前批评国阵前朝政府 贪腐没有效率导致一些中国投资者面对所会要求 包括强迫中国公司把30%的公司股份拨给特定人士 对此前首相纳吉马上在脸书贴文做出反驳 并且质疑敦马的指控是否符合逻辑 纳吉以东海岸铁路计划和天然气及石油输送管计划为例子 指出前者是颁给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后者则是颁给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 纳吉也促请敦马停止编造故事 停止在外国投资者面前玩弄政治 并且针对所提出的指控拿出证据来 对此网民就纷纷留言声讨纳吉了 其中有网民认为纳吉愚蠢 针对有关的指控竟然答非所问 也有的不能理解巫统领袖为什么还让纳吉继续发声 这样只会让巫统更不得铭心 并且要求纳吉告老还乡在北根闭上嘴巴休息 另外敦马昨天在跟旅居中国的大马人共进晚餐的时候 也针对中国游客免签的事发表了看法 敦马说目前来马的中国游客已经超过百万 如果提供免签证 中国游客很快的就要突破千万了 而我国还没有做好准备 接受如此庞大的人数 因此必须严控和慎重研究 他说目前政府还没有为中国旅客提供免签做出决定 不过未来可能会有定案 最后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